今天咱们还是跟马维都先生 马先生和北大考古系的习东方教授 我们在一起 听说你们俩来做节目 我们这个枪枪三人行最近开了个微博 不是我四人开微博 我们这个节目开了个微博 我们想收集一些意见 所以就给微博的圈子里的人问了个问题 有一些段子很好玩 你像有一个叫什么佩特的说 说了一个关于曹操木的笑话 因为本来我们说两位嘉宾的观点不一致 但是愿意在枪枪中坐下来沟通 那么请问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他们的感受是专家的话现在已经没人信了 然后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中还有什么是真正的权威 所以至于他们都调侃 说是考古学家进入墓穴 惊醒了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墓中人 考古队的问 你醒了 耳是曹操否 墓中人很生气的说 就骂了句糙话了 就我扫给我出去 然后考古队说听见了吗 是曹操 这是讲不断的 但是也有一个挺发言深情 你像有一个叫冤身愉悦的这么个网友 他说在我所熟悉的商业领域 专家就是一帮被各大企业供养的寄生虫 然后在评标委员会里替各家公司吃人嘴短说话 说这样的专家太多了 专家还经常出现在各种牙膏药品之类的广告里 说的跟真的似的都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主 实在让人无法对所谓的专家肃然起敬了 这是一个整体社会问题 我觉得这个因为考古界吧 我一直认为啊 因为我从很小就喜欢这事 尽管我不是考 我是一外行 我必须得承认我是一外行 但是我很喜欢 你比如说我的书架子上 关于考古报告有很多 按理说不是我的专业书 但是我愿意有时候去翻翻 每年的国家文物局出的 就是从9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出了十多本 每年的中大考古的都出了书 我那书架子上都有 我都会去翻 那么这一块领域 我认为过去它跟商业无关 所以它非常干净 你跟商业只要一贴边 这事你想干净干净不了了 明白吗 所以老百姓为什么说就那些专家 就什么凭这些牙膏的 说我这什么刷了也不长充牙 什么烂七八糟 就这事呢 是因为它完全依附于商业 所以我们的考古呢 原来是不依附于 就没跟商业无关 今天应该说 严格说也跟商业无关 但是呢 因为它有的钱是要地方政府去支持 地方政府是一个非常功利的 换句话说 它不是学者的态度 它是说我这个东西 我就算投资了 如果我这种的彩 挖出一大幕来 有影响力 那我钱就捞回来了 所以它是从这个态度考虑 那我们从学者的角度怎么能向社会规避 就是我让社会看着我是 我起码这个事是能说清楚的 不能变得说不清楚 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您也是专家 您听到这些社会上的议论 什么感触 其实我最大感触是什么呢 其实我认为专家和学者 这个词呢 我觉得是对的 有专家 每一个领域真有专家和学者 但是我不大希望权威 因为在学术上没有法官 没有裁判员 是不是 这个大家都可以 不能说是谁 是权威 他的一句话就可以在那拍板 是吧 但是现在最可怕的不是这个事 比如说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种质疑 因为确实社会存在着很多很多问题 你比如现在那个周老虎那个事件 还有很多这种学术造假 什么各种造假 你怎么让人去相信你 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 你说这最近这个好像是柳叶刀 柳叶刀是很著名的医学的国际的学术 最权威的 头一页 人家就是首篇发这个 他算是社论了 就是说中国学术造假的问题要提醒你 他们认为就有一件事让这个国际学术界很震惊 就是在另一个国际学术期刊里 70篇论文是中国的一个叫井冈山 井冈山大学的 两个教师造假70篇论文 说这个东西 他造假能力比较强 太强了吧 就说人家说这个 而且放在国际公共的这个数据库里 说你这个问题 他们质疑的说 当时这个论文内部是怎么经过这个评审程序的 后来我查了一下 井冈山大学最近也严肃处理了 好像也开除了 这俩老师其实是一个老师闹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老师也有点挺奇怪 那个老师俩老师的老婆是闺中密友 关系好 然后老婆都跟那老婆说 说让我老公给你造个几十篇 说行行行 就属成的名 这家跟玩似的 一造造70篇 你说这个 怎么相信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有个危机 就是说 您说我们不应该相信有权威 但是确实有专家 可是比如说曹操牧这么个大事出来了 作为这个老百姓 包括作为媒体 我觉得在美国在欧洲都一样 我们也需要一个 就是说比如说社科院说的话总是真的 好比天主教徒就相信 罗马教皇说的话 他总是真的 要不然不知道该信谁 您说这问题怎么解决 其实我觉得现在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在这 你比如说 现在不是已经都说了吗 说了那会不是还是不信吗 是吧 所以我现在发现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对一个学科产生了怀疑了 那这个事可就太大了 是不是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物理或者数学 你说你这个题怎么演算的 对了错了 那另外回事 你不能说物理和化学本身 它不是科学吧 你说这样的话 这个问题可能就更大了 就考古学本身人家知道 你这考古学有没有靠不靠谱 对 这问题将来就麻烦了 那我想我们想我们推到一个司法问题上就比较容易解释清楚 因为司法是大家老百姓天天要接触的 西方人认为司法的公正首先是程序问题 如果程序不公正了 你这个案子都不能审 你不是著名的辛普森案 这是你知道的 对 全美国人都知道就是这个人干的 但是因为公安人员急于破案 自己在已有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做了一点点证据 这个被辩方抓到了 抓到以后 程序上作为 这个案子没了 判他无罪 这是个很大的事情 美国人为什么要在司法程序上做到公正第一呢 就是要取信于老百姓 因为老百姓对司法是不知的 您讲DNA怎么回事排序 我这根本就听不懂 我一辈子学这事我也听不懂 你不要让人知道考古知识 那是没有用的对老百姓 老百姓只希望你在公布的过程中 别人问到哪句话 你都自如的回答 不要恼怒 不要急于的拆东墙补西墙 你比如我看到数据 一开始说开没开论证会 马上这个说开了 哪天开的 11月9号开的 11月13号开了两次论证会 您是经常参加论证会的 两次论证会这么近的时间 这是第一 有人问那个东西什么时候挖出来的 说11月8号的下午挖出来的 第二天就开论证会 那这个论证会的严谨性 你就肯定让人家质疑 对不对 公众是从这个数据中 累加开始对你这个事情判断的 所以我都觉得呢 这种事尤其曹操 这要说这不是曹操 是一点名都没有的 你爱怎么弄 老百姓连听都不听 对吧 你要考虑老百姓的承受力 和他的判断力 看来以后啊 考古学界也需要配备公关公司 对对对 选个设计一套对外的公关 对对对对对吧 对 看来是 看来啊 马先生说这个 这个这个按照他说这个意思啊 我还真是觉得这个需要了 很需要 因为在过去啊 他有一套程序 就这种程序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嗯 就比方说像这个新闻发布会 因为没人质疑 对 那就过去吧 他这 发布完了 外国这个这个外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发掘 然后呢 有个新闻发布会 甚至把这新闻发布会拿到北京来开了 这也没有什么 你比如说过去尼亚发掘 那不是马上到了这个这个北京来进行这个新闻发布吗 还没有这个问题 今年可能他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 大概和曹操有关 人们得感兴趣 感兴趣之后呢 这就各种各样的都好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个好事 就是说他至少是促进了 就是你比如说 呃 以后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这种开发 因为过去大家 现代媒体社会啊 这个是看着看 看来过去在书斋里 在那个坟坑里做学问的 以后得想想你如何对待公众 对对吧 这是一个学问 其实啊 这个过去世界啊 我们中国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显然啊 是做的很不够的 你比如国外在一个发掘 一个遗址的发掘 发掘的中间 一般要有一个叫现场说明会 那个时候呢 其实肯定也还不能有什么结论啊 至少是要当地的老百姓都可以到我这个地方 因为你在我这个地方进行一次考古发掘 我们当地老百姓也有执行权吧 对热热闹闹过来之后呢 他有一个这个这个 过去我们是没有的 现在逐渐开始有了 所以你就大家一直觉得考古啊 是很神秘的 所以你说来这些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你怎么你你你你 你怎么得出这些结论的啊 嗯 其实啊考古对于这个公众的一种 这个将来这种开放啊 我觉得是一种必然的一种趋势 因为这和其他别的学科不一样 这都是我们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的的事嘛 因为我们这次以后我们知道 我们爷爷奶奶是那有什么不应该的呢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是那样的话 可能将来会有一些很大的 所以我就想啊 现在的这种学术界可以说是这个声誉吧 就叫什么考古吧 为什么大家爱聊呢 因为说不懂吧 大家也懂点 对 我就想你要说是什么人体干细胞 嗯 什么自然的科学 DNA DNA 对对对 这里边在中国有没有假成功 对对对对 你这个东西就更 对对对 而且那个他为货呀 那可真是 咱先去广告了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就我刚才提到的南方都市报 长平先生写这个评论 他讲到一个事 他说你们考古学家都应该知道 这个不光是中国有 在日本曾经有一个叫腾村新一的人 造假 说是在20多年时间里 他发掘出了多件旧石器时代的东西 把日本岛上的人类史提前了70万年 但是后来也是媒体的人暗藏摄影机 才发现都是他埋进去的 你刚才说的是个国外的事 日本这件事很大 当时我记得中央新闻都播过这个事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造假案 是新疆出土的文物 新疆出土的文物 当时为了得到地主阶级残垮残酷压榨农民的铁证 有人直接拿毛笔就写了铁证 这个事被谁认了 被郭沫若院长认了 那太斗之一 人民日报发的头版 但这后来证明天下伪证之一 这个是有利益关系 这个什么利益 是政治利益 他要求这个事要变成这样 那么这个事需要多少年才能消除呢 至少需要一代人的影响 为什么 很危险 就这一代人得把这个记忆消失掉 人家才对你重新建立信息 比如我们说今天有一个医院 直接上去卖假药 谁还敢上这医院去看 只有这一代人忘记这个事才能去 所以我就说你在考古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小心 你刚才那个马先生说的很有意思 就比如说当时那叫坎曼尔时钞 是不是 然后后来郭沫若写了一篇文章 像这种事情 我觉得比方说像这种造假 它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了 应该是移交司法部门 公安部门来处理的 但是我就觉得更重要是什么 如果是因为某一些造假的事情出现 导致了我们对一个学科的整体怀疑 那么这个造成的社会 我明白您的意思 就是我最近也听一些教授来讲这个问题 就说实际上除了那些个在外边现世界的 他说在各个书房里也有很多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在中国 但这些人可能不大引人注意 但是他老老实实做他的学问 就是您提到这个问题 说大家都不信了 所以要打假 可是如果我们还有真的 那也就是泥沙俱下 连真的都不被相信 所以他们这个学术界的人聊聊聊去 我最后发现他们聊到一个政界上 什么政界上 就是您比如说 这个学术界受不受行政权力的影响 不受 那你要受更麻烦了 咱比如说周老虎事件当中 就有政府部门 周老虎不是一个学术问题 不是个学术问题 那我不认为那个照片算什么学术问题 那个不跟这个是两回事 或者说就是说 比如说是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业的巨大利益 那是完全造假 使得他们 因为咱知道 你比如说 你讲司法 这个政法委 他是管着还是管着法院检察院吧 那你同样的道理 我一个省的一个市的这个政府长官 我管不管着你这个考古部门 其实考古这个行道 就这件事情本身的这个积极的意义 也就提了个醒 真是提了个醒 你比如说过去搞考古的人 这个有一个有名的一个考古英文人 这个大家都知道叫斯坦英 他有一个名言 叫考古是学术的仆人 当然这是他的这个话 其实这个话挺有意思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要做的工作 过去我们都书灾里头的 书灾里头 我们所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有学术研究 我们所提供的那种发掘 提供给历史学家和各个学科里边注意 你来进行研究 我们只做我的事 现在看来这考古的事不行 因为这是和他们这个祖先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 那你这个你想在象牙塔里头 去做你的一个自言自语的那种学问 现在看来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西方人有一点做的特别好 你看你注意看Discover经常有这种节目 就是考古节目 他给你做的像公众普及 他做的时候我看过一个节目 他非常好 他说印第安人那就是一些遗骨问题 然后他说所有的证据的指向是怎么回事 最后有专家提出有什么疑问 我们这个节目就开放性的就结束了 如果我们曹操牧 比如大部分专家都认定 从各个从文献记载 从证据指向都证明他是曹操牧 但是也有不同的 这些我们记录在案 这样你向社会公众的开放 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真实 我们今天是任何反对意见 不让我说一句话 只要你说他就翻脸 这就反而激发了公众的更加的怀疑度 要发展考古公关系 对 你和北大考古系 应该有个公关系 发言人制度 你知道我们有个事 国家建定委员会 当年对所有全国的古画普查 普查鉴定委员会七人小组 徐邦达先生认为真 谢志柳先生认为画真 画假 傅西年先生认为这个画是什么情况 就每个人的意见都记录在案 这不影响这个画的价值 你比如我们这个墓是开放性的 就是比如说大部分专家觉得这是草草墓 这就足够了 你不能说有一个反对意见 立刻把这个人替出没有他发言的机会 那就不是一个好的好的现象 这样你对社会而言社会每个人公众的判断力 我刚才说了它是综合社会整体的情况 对一个单个体的事件做出判断的 这个判断非常重要 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媒体 还有我们普通的这个公众 也得慢慢适应一个现在这种社会的这种这个新闻 这种现象 你比如说像那个秦始皇兵马俑这个事情 到现在还有人之一呢 说他不是秦始皇的 是吧 这个没有力度 但是你比如像这样的事 你也不能说人家还在写文章 人家还找出各种各样的证据 然后你比如说钱铃还没挖呢 他这个里边呢 他说得有多少吨器物 我说那文物不能跟胡萝卜白菜似的 还论吨麦啊 是不是 但是他也是一种说法 所以其实啊 媒体的报道和老百姓 其实也要应该适应这个社会 但是我觉得这次更好的是在哪 就是考古学科本身 也要通过这件事情 吸取一些经验教训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对的 至少是你怎么面对公众 是吧 所以那个其实你想想 那个当时那个搞发掘那个潘伟 这个潘伟先生 他说一句话 我觉得还挺感慨的 因为他非常辛苦 在那干了那么长时间 其实他很有压力 因为这件事情也不是说 他能说是陶陶木 他一个人说了就是的 但是最后呢 很多毛头都挤到他那了 而且他说 而且呢 他自己呢 他说我根本没有面对 媒体和公众的这种经验 结果一说话呢 这就引起这个很多这个事情了 所以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他可能的最重要的意义啊 已经远远超出了潘伟木 本身的这个 没错 我觉得有一个意义啊 就是我不知道您在学校 这个学者啊 您有没有感觉 现在一般公众会觉得吧 过去我们讲 像有些大鉴定家 收藏家或者大学者 他有一个就量 学说学术良心 或者说就是面子吧 对 他有个面子问题 对 我怎么能跟你说假话呢 对 可是呃 人家现在也有人评论 说中国社会啊 现在没有一种什么 讲成机制 就潜规则的讲成机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踏踏实实做学问 说真话的人 嗯 好像最后也没落着什么好 嗯 对吧 那那些收了钱 做了假鉴定 做了伪证的人呢 你说这个太好了 你刚才举那个例子 非常好啊 就是说你说一个人 他能够造假 那么多篇文章 为什么 他有必要造这么多吗 对啊 为什么呢 其实和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评估体系都有关系 你要在这个学校 我给你是个你想讲师生乐生教授生副教授 你给我提供多少多篇文章 他又写不写不出来 嗯 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们有这种这个评估机制 这个评估机制可不是说学者喜欢的 其实很多学者是真正反对 因为这个这个马向您也知道 你要做一件事情好不容易写文章啊 或者是你写一本书吧 那十年磨一剑啊 没错 是吧 有的时候我一篇文章 真有价值 你说你写的二十多篇垃圾 对对对 是不是 可是但是人家现在给你评估这个机制 你多少篇在核心期干人发表 你这样你才有资格晋升 这种动力 其实也很可怕 是吧 您有时候比如说啊 像作为一个学者 您要是看到自己的这个同侪同辈们 呃 有有的人 对吧 呃 在外面社会上这个混打闯江湖啊 他捞足了钱 甚至捞足了名声 对 呃 作为坐在书斋里 老师做学问的人会不会觉得寒心呢 或者会觉得我有什么必要持守呢 这个啊 只要大家都是人 我想都会的 你想想我这么努力 我每天在这个我写出一篇东西 最后连评之称都这个评不上 而那个人的他评着他那点东西 这个这个完了之后的这个生活也过得很好 这个就产生一种这个这个非常恶性的一种循环啊 对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 他是一些本来是应该 非常严谨的一个地方 现在已经被侵蚀 所以人家现在说现在的特点 这个黄中毁气 瓦斧雷鸣 对 就是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这说不完的话了 最后两分钟 马先生您有什么要讲的 我觉得呢 你你从这个公共事件中呢 你一定要考虑住 考虑到啊 不利于你的是什么 不要先考虑有利于你的是什么 作为你发布方 那么从证据角度上讲 也是有利于你的证据都很容易说 不利于你的什么 你怎么去对付 有些事呢 公众是非常不明白明白的 比如老纠缠在 搏葬还是后葬 搏后是相对而言的 我今天请你一顿便饭 比七十年代请你一顿盛宴 还要丰富 这是肯定的 这是社会决定的 东汉晚期的墓 基本上不是基本 全部都是搏葬 按照西汉的标准 那是肯定的 社会的衰退决定的 不是他这个这个独立的说 大家都是后葬就我一而博葬 不是社会的态势是这样的 所以这些事不不去跟公众去去计较 但是有一点就是人家会抓住你 不利于你什么的 一定是抓住这一点 所以你事先要知道哪些不利于自己 其实教授您觉得这事给考古学者 是不是也造成很大压力啊 对 其实我对啊 我刚才不说了吗 其实这件事情 他这个压力主要在哪里 就是有的人已经对这个学科产生质疑了 所以我希望就是什么呢 我希望就是什么呢 就是从我们自身来说 就是搞考古的人将来要对社会做一些公众性的一种普及 普及 对 因为这个呢 因为他和其他学科还真是不一样 是吧 虽然也是一个学科 你像数学物理啊 你说和我们自己的这个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这考古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祖先啊 我们自己的文化啊 所以你这个普及工作如果做不好 他也要学会面对工作 面对工作 是吧 就好像这现代政府也得学会危机公关啊 什么的 慢慢的都对 如何跟公众的质疑打交道 如何取信于人 是吧 但是您对这个中国的考古 这个这个这个底线良心 还是坚信的 至少绝大都是我相信 因为他本身没有办法 上 下 对 这 什么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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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